歡迎收看 來自星星室 我是童鴻康 沒有錯 你剛剛看到的是一隻活的鱷魚 是的 鱷魚可以說是 從遠古時代就留下來的猛 是 他的嘴巴的咬合力最高 幾乎可以達到五千磅 你知道嗎 這樣五千下你就知道為什麼 那被咬到我想大概 人類不是手斷就是腳斷 甚至於整個被吃掉 今天我們要討論一下 這個匈牙的猛獸 來 我們先看一下 鱷魚 牠吃西瓜喔 老闆很奇怪 不知道玩了一個 這樣什麼樣的一個好玩的遊戲 鱷魚 當然啊 全地球上面 有很多很多種的猛獸 但是鱷魚真的可以算是 地球上最強的嗎 是嗎 庫林老師 牠最強嗎 在這裡我們要充滿了敬意 鱷魚這種動物 因為你知道動物牠是會一直演化的 就逐漸逐漸改良牠的樣子 可是鱷魚百萬年前就這樣 跟恐龍的時代一樣 牠不用進化 為什麼 因為牠已經 天生就已經是最完美的 牠已經高級了 對 牠已經打到無敵的地步 你像牠 譬如以牠的盔甲來講 刀槍不入 牠真的刀也割不進去 槍也打不進去 除非你從牠肚皮 問題是你碰不到牠肚皮 對 那牠厲害一點就是牠在水裡面 牠是陸生的動物 可是牠在水裡可以潛水一個小時 所以牠可以躲在水裡面 只有眼睛露出來 然後靜靜的忽然到那邊 咬下去 那咬下去厲害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牠的牙齒 大家看到鱷魚的牙齒 會覺得這是牙醫的惡夢 你很堅就算了 為什麼這麼不整齊 這麼不整齊的目的就是 不管你是什麼形狀 牠都咬得住 而且跟鋸子一樣 對… 不管你什麼樣 我都咬得住你 而且咬一下你就完蛋了 而且咬就同時在鋸你 對啊… 牠不只是鋸而已 而且牠還是轉 因為鱷魚牠沒有辦法慢慢地 腳去吞你 所以牠是用轉的 我們來給牠… 我們來示範一下這個 這是鱷魚 然後牠咬住了 對 牠咬住的時候牠怎麼辦 牠沒辦法… 牠沒辦法吞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太大 牠是這樣轉的 用力… 所以牠的身體這樣子轉 用把肉撕下來 所以牠自己就可以 把你全身撕下來這樣 對…所以牠這種… 牠天下無敵 你只有看到鱷魚吃別的動物 你有聽過獅子去吃鱷魚嗎 對不對 花豹去吃鱷魚嗎 咬不動… 對 沒有任何動物 根本就咬不動牠 牠可能… 牠天敵大概只有兩個 一個是牠自己 一個是我們 對… 只有人類才可以把牠殺死 對… 而且基本上鱷魚牠… 還有一點… 牠不會生病 蛤… 對 牠…鱷魚就是牠 很容易身體去受傷 那受傷會感染很多細菌 牠這樣就那麼髒 可是鱷魚從來不會細菌感染 所以牠們要研究 要用鱷魚的血去做抗生素 是 然後呢 所有的脊椎動物 都會得癌症 只有鱷魚跟鱷魚不會得癌症 太酷了 所以基本上牠也不會生病 所以牠這個東西 牠大到可以到七公尺長 兩百公斤重 可以活到一百…一百五十歲 所以天下無敵 我們怎麼可以 不對牠充滿記憶呢 對不對 不是… 其實大陸子投胎做鱷魚 滿好 但是不要做這一隻 因為牠變標本 好不好 這個就是像我們現場看到的 一隻鱷魚 鱷魚的標本 可是那個也有人講說 被鱷魚吃掉的人 牠的家屬要吃鱷魚肉 牠才能…牠那個才能轉胎 這個是我一個朋友 叫做黃毅峰 他在這個馬來西亞的沙勞院 他在那邊做研究調查 結果發生這個事情 就有一隻…就是有一個人 牠失蹤了 然後在沼澤上面 牠找不到這個人 那大家就懷疑說 牠可能是晚上回家的時候 坐船嘛 被鱷魚吃掉了 但是沒有辦法沒有證據 問鱷魚鱷魚也不講 是 那你也不知道是哪一隻鱷魚吃的 結果牠們就找無師去做法 結果那無師就在那個沼澤做法 坐了三天 厲害耶 對…牠就來自首 說就是我本 然後呢 牠們就把這個鱷魚抓起來 抓起來之後 把牠肚子剖開了 那果然看裡面有毛髮 還有一些骨頭 還沒有消化掉的 所以證實牠確實是吃了人 那更好玩的就是說 當地人 因為牠就信無師這種 牠就說 那你人被鱷魚吃的 這是…算是殘死 所以你的這個靈魂 沒辦法投胎轉世 因為你的靈魂 就被鱷魚吃掉了這樣 那怎麼辦呢 那也不能叫你回來吃鱷魚 所以就叫牠媽媽 把鱷魚的肉 然後切了一塊給牠媽媽吃 那媽媽吃了這個鱷魚之後 就把這個靈魂也帶回 媽媽這邊來了 然後牠就可以再投胎轉世了 對 這是一個民俗的講法 對… 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 不要讓鱷魚吃就對了 對… 鱷魚這個搖起人來恐怖 其實在那個美國佛羅里達那邊 這個人而共存嘛 其實也常常發生一些恐怖的事情 那今天呢 這個鱷魚哪也來的 各位 這還用講嗎 我們節目裡面有這些怪東西的 只有誰 浩平哥 來 馬上聯繫給徐浩平 請看 鱷魚呢是兩棲的冷血動物 其實最特殊的就是 牠其實跟恐龍時代 那麼包括恐龍 鯊魚 那麼牠們都已經發展到 非常完美的一個生理結構 尤其呢你可以看到 有三個是牠最兇猛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牠的嘴 因為牠的咬合力非常的強 而且牠的牙齒呢如果斷裂 會立刻的自我修補 立刻從下面會頂上來 再來就是牠其實並沒有喉嚨 所以呢牠咬了以後是直接吞咽下去 再來就看牠的身軀的部分 看起來牠好像平常不動 但是呢靜如處子動若脫兔 一旦動的時候牠有一個叫 死亡扭轉的動作 牠可以把這些所謂被牠咬到的獵物 做一個整體的扭轉 而且讓牠無法動彈 那麼第三個就是看到牠的尾巴的部分 牠的尾巴呢非常的有力 所以跟科摩多隆一樣 牠的尾巴一掃 有的時候其他的動物 就已經不知倒地 所以呢整個結合起來 再加上牠最難得牠是兩棲動物 所以牠可以呢靜靜地潜伏在水裡面 也可以安定地有牠的隱藏保護色 就在岸邊可能你都不會察覺 而且牠看起來好像行動緩慢 但一旦要游泳 甚至陸地上的爬行都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麼這就是在整個的鱷魚 牠生理結構 事實上從遠古上一年前到現在 牠發展這種完美的殺人機器的結構機制呢 已經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更要知道就是鱷魚 牠本身的皮革又非常的厚 所以呢牠對於其他的動物 要想來攻擊牠也非常的困難 那麼鱷魚牠再加上在很多草叢沼 又很難去辨識 很容易就讓許多的動物或者人類呢 在不小心走到牠的地盤的時候被攻擊 但是鱷魚也有一個特性就是 通常我們在亞馬遜河要做鱷魚的時候 都會在夜間用手電筒來照 當手電筒照過去以後 因為牠的眼睛的特性 眼睛在夜間的時候 照過去以後 牠會產生一個類似綠色的一個反光 那麼在這樣反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快地在草叢裡面 找到哪邊有鱷魚 甚至看牠眼睛的間距 我們可以知道這隻鱷魚的大小 如果小的話 甚至有一個特別的一個行程呢 就是會去把這些小鱷魚 直接衝過去捏起來 給大家看這個生態度再放掉 當然大鱷魚就不行了 因為大鱷魚過去剛好 牠一口咬下去 那麼真的是非常恐怖 不堪設想 所以從這邊我們了解到鱷魚 牠本身的生理結構 還有牠的所謂的攻擊的形態 都可以特別地知道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隻鱷魚 是來自東南亞的品種 事實上呢 早年除了很多人會把這個鱷魚 做成所謂的皮包啦 皮鞋 皮帶以外 其實在很多台灣的習俗 甚至有些特別的工地 或者特別的這些大廈 牠們都需要放一隻鱷魚的標本 來所謂的鎮宅 也就是說牠可以震懾很多 這個鞋門歪道 或者比較不好的一些氣場 那麼因此呢 在早年東南亞 事實上很多的這些鱷魚 進來以後 那麼特別是放在這些 特別大的這些工地 或者是這些建築的社區 然後讓牠能夠保佑 這邊的民眾的平安 那麼那當然 對我來講的話 我是沒有被鱷魚攻擊的經驗 不然的話 我今天不可能站在這裡 因為鱷魚不攻擊則已 但一旦攻擊的話 非常的恐怖 我們也看過有些鱷魚 那麼對於一些人 還可以把頭放到牠的嘴巴裡 可是牠的確是很難以捉摸的冷血動物 那麼但是牠到底是怎麼拿捏牠要攻擊的分寸 到現在呢 其實我們人類還是一個 對於牠有著未解之名 因為我們也看過 這些所有的不同的攻擊現場 有時候你餵牠吃雞 牠反應非常快 但有的走在牠旁邊 那我就曾經在亞馬遜河 他們把鱷魚綁了一根繩子 我就站在牠旁邊 發現也相安無事 那麼這些呢 還是大家安全第一 千萬不要來以身試鱷魚 那麼我就把現場交回給小剛 是不是 泡屏哥鋼手 不過這個鱷魚每一年 你要看牠發威的時候 就在那個非洲大遷移的時候 對 每一次牠們會過河 對 那個一下子淹死很多人 也有被鱷魚咬到 看那個影片你就知道鱷魚有多恐怖 多餓 多會吃了 好不好 小孩子被莫名詛咒 一出生就要當鱷魚的食物 這哪一國啊 牠其實是在就是一個 埃塞俄比亞南部 其實靠近非洲啦 就是那一塊 就是比較所謂 原住民多一點的地方 然後牠們的政府 是在2012年前 就是不停的在溝通說 不要再這樣 那好不容易到了2012年呢 牠們決定不把孩子 送去給鱷魚吃 只是把孩子送出整個的部落 那牠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 牠們在這個族裡面呢 長老是地位很大的 所以呢 有很多的婦女是這樣 比如說你一旦懷孕 你都還沒生了 牠就說你這孩子不吉祥 孩子一出生呢 就要 你看 牠們有一個很大的湖泊 那裡面潛藏了很多鱷魚 就要把孩子丟去給那些 很餓的鱷魚吃 那當地有一個媽媽呢 她45歲了 她說她有生過15個孩子 七個男生八個女生 全部都讓鱷魚吃掉了 她是跟長老有仇的 沒有 可是你知道 他們有好多好多的原因 而且這個習俗 因為已經太久了 所以大家就是敢怒不敢言 比如說 他說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你不是婚生的子女 小孩一出生也給鱷魚吃 還有一個就是比如說你的小孩 身體出生的時候有殘疾 立馬給 還有一個我覺得最誇張的 到底是什麼誇張原因 要把小孩往鱷魚嘴裡送你 千萬別錯過 那當地有一個媽媽呢 她45歲了 她說她有生過15個孩子 七個男生八個女生 全部都讓鱷魚吃掉了 她是跟長老有仇是不是 沒有 可是你知道 他們有好多好多的原因 而且這個習俗 因為已經太久了 所以大家就是敢怒不敢言 比如說 他說有很多原因 比如說你不是婚生的子女 小孩一出生也給鱷魚吃 還有一個就是比如說你的小孩 身體出生的時候有殘疾 立馬給 還有一個我覺得最誇張的 就是說如果你的小孩 長大之後長牙齒 上牌先長喔 也給鱷魚吃 那先偷拔掉 什麼長牙拔掉 他就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所以他們 那我們可以說長老我覺得 你說我們這個不吉祥 我看你不順眼 跳下去 那個父母都是在岸邊 直接這樣看耶 這個真的是太殘忍了 惡劣 所以後來政府就出來說 因為你看 政府出來跟長老們溝通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看長老們的照片 他自己的牙齒也怪怪的 因為你知道他沒有那個 傷心的父母 就是長老的照片 然後他就說 後來政府就出來協調 就說這個真的太不OK了 所以他們現在還是有這個習俗 就是說你還沒有生 就先決定你這孩子 是不是吉祥的 如果不吉祥 不給鱷魚吃 沒問題 就要送出整個部落 不可以在部落裡面長大 鱷魚可能對他們的那個 對他們的文化來講 是一個非常神聖的 因為鱷魚很厲害 很可怕 所以像古代印度 埃及他們都有拜鱷魚這個神 那像印度以前的部落 他們有一個部落很好玩 譬如說我們兩個有爭執 相持不下吵架 然後會說這是我的 然後你說是你的 然後就去找長老 長老說很簡單 那有一條河裡面有一條鱷魚 你們兩個一起走過去 什麼 然後來找來看 兩個都被吃掉 那我們就不討論了 就走了是不是 可是大多數的時候 是兩個都不敢走 不敢走 那我們不要吵架 那就算了 對... 好High喔 好 這個其實鱷魚對我們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野生的 非常凶狠的動物 可是在台灣這個不一樣 因為今天有人愛鱷魚 愛到一個極限 其實我小時候也看過 人家家裡面養鱷魚 真的喔 結果咧 他說我家有養鱷魚 還兩隻還滿大隻的 大概有大概一公尺多長 比這個還大 我直接胡來 我就拿了一個掃把 拿著去戳 我那才說 你真的有人養鱷魚耶 不過今天我們一開始 就開始給你們看到 我們其實現場也有一個 養鱷魚的人 少女跟少女 您叫Sashimi 對 你叫Sashimi拿你養鱷魚 你是有一天想變Sashimi 對啊 因為他也很滿害怕的 是不是 妳這隻鱷魚多大 那大概今年 我一直養牠一年多 牠叫妹妹 妹妹 Sashimi 妳從小立志要養鱷魚 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就在 跟爸媽去逛寵物店 然後就看到 好可愛喔 小時候覺得 超可愛的 然後後來 他哪裡可愛 對啊 可愛的 你看他的臉 他都一直在笑 你不覺得他一直在笑嗎 是一直在笑 對啊 超可愛的 對不起 他吃什麼 他說吃肉 有時候就去超市買那種 牛肉 雞肉 雞翅 雞翅 豬肝 雞翅 吃超好的 吃超好的 眼鏡楷門 楷門餓 對啊 楷門餓其實也滿狠的 對 將來大了以後 牠比熬熊還恐怖 對 對不對 因為這個可能 你回家以後奇怪了 我的狗呢 不會...鱷魚不會剩東西 鱷魚牠一個好處 牠抓到什麼 牠一定吃得徹底 乾乾淨... 所以說一回去 我的狗呢 只剩血了 那妳平常還會 跟牠溝通 叫到牠 就牠有時候就像不聽話 我就不行... 就一直不行... 好 牠就停下來 我就好 就不要唸了 我們來看看牠 平常跟牠怎麼相處 牠跑起來很快 跑起來很快 那是鱷魚的叫聲 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鱷魚會叫 會叫 對 然後牠們會記仇 牠就很討厭我媽 所以我一直跟牠講 壞人累 牠就 然後就趕快一直跑... 牠還記得壞人喔 對 牠看到我媽 都趕快躲起來 牠一直吵 我沒... 哪天回去壞人的鵝 打個鵝 我跟你講 事情就鬧大 說真的 牠有不小心搖過妳嗎 牠以前來的時候很兇 剛來的 對 很兇 現在還好 現在喔 我覺得就平常就這樣 幹嘛 是這樣搖牠 對 然後牠就一直不想理我 好 唯一你現在都在出外景對不對 那我們表演一下 就是把牠手伸進去 牠的喉嚨 幫牠吹吐 牠會怎樣 剛剛在看 在聽的時候牠一直拚著我 你知道牠感覺已經很可愛 是 你也在外景的時候 有跟鱷魚近距離交往 對 不是交往 交流 交流 對 那次 我其實有點也是被騙進去的 但是他們一開始還跟我說 有一個熱身 就是我到了泰國的一個 私人的那個鱷魚園區 是 然後牠一開始跟我說 等一下會跟鱷魚有一些 好玩的互動 然後說像我先幫牠一個忙 幫這個 這是小鱷魚這一隻 小鱷魚 比牠大一輩 再一輩 再一輩 對 那要做的工作 是因為牠們要換池子 所以要把牠的嘴巴 套上橡皮筋 對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去幫牠套橡皮筋 然後套的方法就是 牠有一個人協助 這個是那個 農場主人的小孩 然後牠從後面 壓制住牠頭之後 你要快速把牠的 嘴巴合起來 壓住 壓制住 可是就剛剛像 昆仁老師說的 鱷魚牙齒是 層次不齊的 所以套上之後 牠還是外露的 然後牠就一甩頭 然後外面的牙齒 就割上我的手指 然後直接噴醒 這麼小隻就超粒的耶 然後其他後面幾隻 衣紋那小隻 OK 又不是殺魚 對 然後我想說 他今天工作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結果牠們就說 等一下還有一件 最主要是要有幫忙 就是去幫牠們撿鱷魚蛋 然後那裡面的鱷魚 這麼大 鱷魚長得好可怕喔 都大2米5到3公尺 3米這麼長 你看牠的表情 超兇 而且都是母鱷魚 然後看到牠旁邊的 這個稻草堆 表情好可怕 就是牠們產卵的草 然後裡面路上 有很多個那種草堆 然後我們的目標 就是要去裡面 撿幾顆蛋出來 幹嘛 要撿鱷魚蛋 那時候鱷魚都不在陸地上 這是後來衝出來的 然後那時候鱷魚 全部都在水面浮著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 就每隻都這麼大 就很緊張 我就問那個主人說 那這樣我們下去 你總要有保鏢保護我們吧 有 有保鏢 保鏢就是剛剛那個牠兒子 你看牠兒子一起游泳 牠在鱷魚堆裡面 牠兒子才八歲耶 身高大概才120公分吧 天啊 然後我想好 因為看到 牠在這個池子這樣炮著 跟這群鱷魚這樣相處 我想說那也許牠很懂鱷魚 那應該給牠保護還OK 牠應該會帶個什麼 防身的槍啊 刀啊 結果牠帶一根 我們那種塞衣服的竹竿 大概三公尺 棍子 棍子就是棍子 然後就帶那根棍子 就下去了 然後我們就半信半疑的 好 沒辦法還是得拍嘛 就下去撿蛋 撿蛋的時候 我是背對著水面 然後才剛撿的第一顆 你就突然聽到嘩啦一聲 然後很緊張回頭看 就看到 沒有看到鱷魚 但是看到水面有那種 水花的那個 漣漪的那種狀態 然後那時候其實 全身就已經開始毛了 而且現場那個池子是很 就是整個環境很安靜 牠已經不爽 牠非常不爽 然後我才好 剛撿 剛轉回頭這樣子 再撿了第二顆蛋的時候 就全身被直接毛起來 就有那種人盯著你看的感覺 回頭看就看到 三對眼睛在水面上 然後其實就在湖邊 是 然後這樣盯著我們看 然後我就想你保鏢咧 趕快跟那個牠兒子講之後 牠兒子就轉頭 然後做了一個 我真的很驚訝 到現在都不會忘了一個動作 他就拿那根竹竿 去敲鱷魚頭 他說這是保護的方法 就是保護我們的方法 可是我覺得這會激怒鱷魚啊 然後我的想法才剛出來 那隻鱷魚真的就生氣 牠就發出一個滴吼 然後衝上水面 半隻就跑到陸地上來 然後我們所有人嚇都真的 真的快尿出來 然後跑到那個牆邊 想要逃出去的時候 他這個兒子他又衝上去 再拿這個竿子 然後再扒兩下 然後鱷魚就退回水裡 超神奇的 可是這個當下 我也不知道 到底該繼續相信牠 還是不該相信牠 因為牠確實把鱷魚打退了 但牠把打鱷魚當打... 打地鼠這樣打耶 真的 鱷魚應該也不痛 真的覺得很煩 很煩啦 對啦 很煩嘛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 撿了幾顆蛋 趕快離開 去做這個鱷魚煎蛋 可是我就真的到最後還是很不懂 為什麼我們要冒生命危險 因為 很臭 超難吃 很細 好 那我們知道鱷魚 鱷魚更厲害一點呢 有鹹水鱷 那澳洲海灘就有四公尺長的 鱷魚出現 對 澳洲有一個叫做 西部有一個叫做 那個地方 是遊客非常多的地方 那那個遊客非常多的地方 有一次 大概是天氣非常好 很多在這個曬太陽 或在裡面在浮淺的人 居然看到一隻 長大概四公尺的鱷魚 從浮淺底下游過去 嚇死了 嚇壞 後來還有遊客在玩水的時候 就看到遠遠的 牠就浮在這個浪上面 盯著沙灘上的遊客 但是牠也沒有什麼攻擊性 可是這一張感覺起來 牠本身很舒服啊 對啊 牠應該在衝浪 牠自己在那邊等浪有沒有 這個浪不好這樣 所以你看旁邊都沒有遊客 遊客嚇死了 嚇壞 所以牠出現的話 通通就關閉了 所以當局 澳洲當局 就想要把牠抓起來 把牠關到那個 有一個鄰近的 道格拉斯的國家公園 就一直抓不到 所以就開開關關... 就算了嘛 人家在那邊很開心 幹嘛抓人家 可是澳洲 在今年一月 你不要看牠這樣 很悠哉的在游泳 有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 是 就被咬了 就在卡卡杜國家公園 在那邊吸水的時候 冷不防 那個鱷魚 你不要看牠這麼大一隻 四公尺 相當大的這個體積 突然一衝出來 就把牠頭抓起來就快到 旁邊的人都呆了 就咬死 十二歲的男孩子 活動力很強 你看 鱷魚還是很恐怖的 是 鱷魚當然很恐怖 不過這個 如果說你們想看海水餓 不用跑那麼遠 離我們這個三個半小時 帛溜就有 那個帛溜比較北的地方 因為我那時候去潛水 媽媽跟我講說有鱷魚 我說 有鱷魚吧 有鱷魚 他真的有鱷魚 但是現在很少 但是還是有 他那個鱷魚 我看過牠抓起來的嘛 其實也不大隻啦 但是 咬起來也是很過癮 潛水的時候 潛水的時候比較有感情 是喔 感情 人家講鱷魚是什麼 以前講說鱷魚就是會 一邊吃你一邊流眼淚的動物 怎麼會這樣 而且鱷魚我們講 所以西洋院也講 鱷魚的眼淚嘛 就是說你假慈悲 那牠一邊咬你 牠就一邊流眼淚 那流眼淚不是牠在哭 不是難過 牠是 你在主角的時候 會刺激牠的腺體 淚腺 所以牠就會流淚 還是喜急而起 對 牠好好吃 好好吃 好久沒吃 沒有毛 YES 那鹹水餓因為牠要排 更多的鹽分出來 所以鹹水餓 牠更會流淚你知道 牠沒事在那邊 你只看鱷魚在流眼淚 對 你以為 吃鱷魚是完全沒有感情的動物 所以你說牠會生氣 牠也不會生氣 你去拿牠的蛋 牠也不會 別的動物會保護自己的小孩 牠不會抹鱷魚 如果沒得自己小鱷魚 牠也吃 所以牠只把我當食物這樣子 對 牠只是當食物 看得開心嗎 OK 好 安格斯烏鴉嘴塔羅 各位先選牌 一二三四 您看哪一個順眼 您就選哪個好不好 觀眾朋友一起選 那看起來都很陰暗喔 那觀眾朋友 現場朋友 以及現場來賓來選擇看 褲魚老師 您選一個 三號 二號 我也三號 三號 OK 二號 二號 OK 四號 四號 我絕不會選一號 幹嘛不選耶 那個人就被戳死在那裡 我為什麼要選一號 越來越聰明了 剛哥 我還是寧願選四號 OK 四號感覺一條路 對 是不是 好 來 我們先看題目 最近一個月呢 身體哪一部位 像被鱷魚咬到般的 遍體零三號 那我們先來公布 佳文跟苦林老師選擇的三號牌 有親戚法耶 三號牌是什麼呢 三號牌叫 被圍困 然後它叫做圍困 我們來看一下 健康指數有多少 五十 又一半 OK了 五十還可以嘛 對不對 不及格 那但是它重點是 它哪裡像被鱷魚咬到般的 有問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特別對你喔 特別是你知道年紀大的人 是... 年紀大 就如果慢性病呢 一復發 所以你現在是故意講 射物線的意思是不是 沒有 我那時候 在講家務 OK 那特別要注意的是 生殖系統 以及心肺的疾病 因為圍困這張牌 要代表是哈爾的內心 所以我們講就集中在中間的部位 好 我們最重要的部位 容易生病 那慢性疾病 這是三號牌 需要注意的事情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選擇二號牌的自強 以及撒西米 好 我們看到這張牌 有一個好像那三眼的一隻 好像鹿還是馬之類的 對 然後呢 這邊有拿一把刀 那它卻是拿著自己的頭 騎士拿著自己的頭 這張牌呢 叫做殺鹿 殺鹿 我們來看 殺鹿的健康指數有多少 很高啊 這麼健康 七十五分 很壯就對了 好像看起來滿健康的 那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要注意的就是 動態的小傷 這張牌我們看來的時候 就是歧視 它顯然受了傷 甚至是一個靈魂歧視 那它受的這種動態小傷 非常多所以要去運動傷害 或是家裡因為急躁而造成的小傷 或者甚至家裡有一些小鱷魚咬到手 對 像來這邊做可能就會比較 撒西米 它小心一點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 一號牌 一號牌沒有人選嗎 沒有人選 沒有人選 現場的人 也不知道有沒有人選 那觀眾朋友如果選擇 沒有人選 那就算我們製作人選 好 製作人選 製作人 我們來看健康指數有多少 三十分 三十分 好險沒選 就大家都很聰明 然後看得很仔細 我們來看這張牌為什麼 急性病來得突然 這張牌叫做 審判 審判就是立刻要判刑 那所以呢 這要特別注意的是 腸胃病以及皮膚病的一張牌 好 那這是我選到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的 是 而且它出現機率滿頻繁的 所以它健康指數是最低的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康哥選擇的四號牌 精華版拉 健康指數 唯一 帥的都選這一張 OK 帥的 所以我做的唯一 好 跟我一樣 我會選四號牌 我們來看四號牌 幹嘛要在這張牌自己啊 不是 他是帥的 你可不可以公正中立一點 你可不可以公正中立一點 對啊 好 那我沒有選四號牌 我們來看四號牌的健康指數 九十五分 壯了 壯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這張牌呢 它的意思叫 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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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來看一下為什麼 它代表什麼呢 其實它是 持癮保態超健康的一張牌 但即便健康 還是有其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一些呼吸系統 以及鼻吼的疾病要注意喔 對 這張牌逃跑嘛 逃跑的時候你會不會很喘 對... 跟你的呼吸疾病 有直接的關係喔 所以要特別注意鼻吼等等 的疾病 對 好 以上 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在這個最近的一個月 稍微注意一下自己 剛剛如果你抽到哪一張牌 稍微注意那方面的身體 你就會健健康康了 不要害怕喔 去泰國玩 泰國玩當然大家騎大象啦 對不對 拜四面佛啦 之類的 逛逛街什麼 我就很不懂 為什麼他們總是喜歡 把頭 深入鱷魚的嘴裡 這個快感在哪裡 其實因為 為什麼玩這個 因為只有這種動物 可以這樣玩 如果你是獅子老虎 首先你早就一口就咬下去 因為鱷魚 你剛剛講 它冷血動物 其實我們比較正常的講話 應該講 它是變溫動物 就是我們人體 不管外面幾度 我們體溫是三十七度 可是 爬蟲類它鱷魚 它會外面溫度多少 它的身體就會變多少 所以為什麼它需要曬太陽 基本上它是太陽能充電的 是 所以它要增加自己身體的熱量 那因此 它既然會消耗熱量 所以它能不動 它就盡量不動 所以這種鱷魚 你只要讓它吃飽了 然後你看它們會一直給它沖水 維持它的溫度 讓它很低溫 然後我吃飽了 我根本就懶得動 隨便什麼過去我都不會動的 然後那人的頭伸進去 大家就覺得很刺激 它隨時可能會咬下來 那其實絕大多數時候 它是不會咬的 如果你現在這裡有一隻鱷魚 我可以咬 頭伸進去給你吃 真的 有耶 我們也不要投了 手指頭 手指頭就上好不好 對 先給我那個吹風機好不好 我先把它吹這個 讓它手指頭打開 他怕我 他怕你 你怕你 但我吃鱷魚吃太多 它現在應該比較冷靜 因為現在我們溫度比較低 對… 所以它基本上 它是不會動的 所以我們去看就會覺得 很刺激很過癮 你手伸進去什麼 基本上除非你有什麼東西 忽然動了 它以為那是可以 刺激到 對…但是 所以我記得我去看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 就是 就一個人 剛剛不是那麼漂亮 是一個男的這樣頭伸進去 那我們就覺得 被咬也無所謂 不會 有道理 對 但是 第二天 在電視上就看到 同樣那個人 就被咬了 而且他們都喜歡 哪一根竹竿嘛 對 在他頭上 開開開開 沒用了 對不對 這個我給大家去搜尋一下 其實可以看到那個 有…沒有人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沒有 剛剛那就是死亡牛的 對… 那個就是純心要吃牠的 對… 前面那個咬一下 就沒有要吃牠的意思 對… 所以這很危險就是說 牠可能剛好 蒼蠅被到牠鼻孔之類的 對… 不過剛剛最後那個是最危險 因為牠一開始轉就完蛋了 對 那個…我們也看過那個 去抓鱷魚 牠們就是 只是被咬到一點點手 一轉 一弄 整個手就斷掉了 當然這隻手也被扯掉了 但牠整隻手這邊就斷掉了 那是在澳洲發生的 好 那… 韋翼你也去… 也去這樣子過 沒有… 不是剛剛那樣子過 不是… 還有差一點點距離 就餵鱷魚 餵鱷魚 那是在澳洲那種… 他們的動物園裡面的一個活動 讓遊客去餵鱷魚 他們把… 在鱷魚池裡面 那隻他們的鎮圓之寶 那隻也大概四公尺長 很胖很大很大一隻鱷魚 然後牠在牠的池子上面 做了一個延伸的平台 其實我當時找到上面 會覺得有點像 海盜船要走出去跳那種感覺 那牠末端就… 都是透明的 是… 所以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到外面的時候 你就看到牠從遠遠的地方 然後開始慢慢… 游過來 就盯著… 因為我們身上… 那個要配樂才恐怖 噔噔噔噔噔噔就來了 好恐怖 然後牠慢慢飄過來之後 因為我們想要拿一根桿子 然後末端掉了一根雞腿 是 雞腿 然後那個… 園區的那個管理員 他會在那邊一直敲打旁邊 引牠過來 牠游過來之後 平常我們看電視 或是我們自己這樣看過鱷魚 都會發現牠是… 飄在水面游過來的 對 當牠游到我們底下之後 牠開始變垂直的 把自己沉下去 然後頭開始往水裡面沉下 然後突然間牠就… 整隻像這樣跳起來 而且牠跳起來 牠可以讓自己身體幾乎 三分之二都出來了 然後… 被牠咬到雞腿 那就算了 只是感覺到一個拉扯的力量 可是如果沒有被咬到 更可怕 因為牠離你很近嘛 牠衝上來說 你會先看到牠整個… 喉頭 然後整個嘴巴 然後沒有咬到之後 牠牠那個嘴巴合起來是… 啪 咬一聲 對 然後先是一個回音 那裡面是空的嘛 回音 然後你再聽到牙齒撞擊的時候 對啊 那聲音很可怕耶 聽過那個聲音的一般來講 在自然界的 對 那個算是運動的 對 如果說在動員還可以聽到 這自然界應該就是最後一聲 碰完美了 對 而且鱷魚厲不厲害就看牠的喉嚨 因為牠吞 你要能吞大的東西 所以你的喉嚨越大 表示你能吞越大的東西 你就是越強 所以鱷魚在求偶的時候 牠先會把尾巴翹起來 表示說我尾巴很強喔 對 因為交配都是要展示自己強 第二呢 牠會開始搖牠的腰 扭腰 開始扭 表示說你看 腰力很好喔 對 然後第三 牠就會張開嘴巴 然後開始扭 土氣泡 那土的氣泡越大 表示我的喉嚨越大 越厲害 那就表示我越厲害 來吧 這樣給我吧 沒錯 對 好 這個鱷魚 真是恐怖 不過這個我們的志強兄說 摔得不夠快 摔鱷魚才厲害 對 要刺激嘛 通常我們講都是東南亞人 比較愛刺激 其實在美國佛羅里達 剛剛那個攤哥在講 對佛羅里達 沼澤很多很多鱷魚 最近他們有一個賭場飯店 在佛羅里達 才辦了一個第一屆 自由式鱷魚摔角大賽 鱷魚摔角大賽 我先講一下它的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不分男女 老少 爸爸 媽媽 哥哥姐都可以 你參加 你要十分鐘之內 把三 大概兩公尺到三公尺的鱷魚 凶猛的 從水塘裡面的洞穴 把它拖出來 十分鐘內 拖出來 把它砸在沙灘上 砸在沙... 這樣子摔在沙灘上 過間就摔喔 怎麼可能 隨便 只要摔過去就好 就想辦法更恐怖 把你頭放在 像你看 他騎在他身上 拍打他 甚至於 把它轉過身來 誰搔癢 不是 搔癢 怎麼樣能夠叫獲勝呢 你用得越辛辣 把你頭放進去 甚至讓他咬一口 你就得到 一萬塊美金的獎金 那台灣要在旁邊拍三下 兩次十秒 拍兩下半手被咬了 而且重點是 那個地方有點變態 他們居然 當地的那個酋長 希望把它變成一個合法的 體育運動項目 然後怎麼樣 參加奧運 因為 比賽中 他們自己在比別國 沒有...我們沒有這一項 當一個動物奧運嘛 就跟袋鼠打拳擊 跟鱷魚摔角 對 然後跟那個獵豹賽跑 是不是 對 就會說人類全敗 都沒有一個回來 對不起 類似就舉辦到這樣 因為大家都沒回來 好 這個非洲出現電影 上面類似死前俱惡的事情 這隻鱷魚它吃了83個人 對 它也太餓了吧 對啊 來給大家看一看 它長得好大 好大隻喔 我跟你說它有多大 它有五百公分 五百公分 因為我大概 五公尺 如果以我來看 大概有三個 三個我這麼高 然後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差不多是二十個我 一千公斤 天啊 然後主要是 除了它很長跟很重之外 最厲害的是它很老 它已經是阿公級的鱷魚 它已經八十歲了 剛剛說妹妹是一歲多 它已經八十歲了 妳注意喔 它八十年後就這樣 這麼大喔 我看妳怎麼辦 非常可怕 對啊 而且這是去年 四月在烏干達被抓到的 那主要是這樣 就是說 本來都沒有人發現 但是他們就是那一陣子 就常常發現那個漁民不見了 不見了 然後特別是有一個漁民呢 它不見的時候 大家找了老半天 發現在湖上面有那個 它破掉的衣服 所以大家合理判斷 應該就是被鱷魚吃掉 然後大家才開始就是 補 想說這麼危險這樣子 然後把它捕獵之後呢 才開始去計算 就是說前面的二十年呢 它應該整體吃掉 至少八十三個人 他在那個地區很久耶 所以那裡 失奔的也算他的賬對不對 對 總共有個理由嘛 然後因為抓到之後 他們就把它放在一個卡車上面 看有這麼大隻 而且他這個時候是已經 被五花大綁 然後他眼睛也被蒙住了 是…一定要蒙住 對 一定要蒙住 不然得了 然後其實旁邊大概聚集了百來個人 那因為其實當地人是這樣 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也不是什麼太吉祥的東西 抓到就應該讓牠死啦 就是怎麼還可以就是留著 這樣大家很危險 不過因為他們那個烏干達 有那個野生動物園 他們就說 畢竟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動物園 很八十歲的剛才 而且能夠長到這樣 而且牠應該會有很多研究的價值 對 所以他們就決定還是把它挪到 就是那種比較安全的 比如說動物園 然後大家可以研究 然後當初在運送的時候 因為其實當地的居民還是覺得 這個東西太可怕了 所以大家 雖然說牠被送去動物園 可是大家沿路還是想找機會弄死牠 真的 因為牠當初會被抓到… 這滿無聊的 不是啦 因為牠當初被抓到的原因是 報仇嗎 牠當初被抓到的原因是 牠吃了一個小孩 那是 所以大家很生氣 就是發現牠會抓牠 所以大家沿路都想想辦法弄死牠 然後後來警察… 不是警察局 就是動物園 還要請那個軍人 鶴槍實彈在旁邊保護 才可以把牠送到動物園去 是 不過對牠們來講 可能是一種惡魔 對啊 不過我們要多體諒那個 鱷魚 吃人的動物 是 就是說因為基本上人不是牠的食物 因為人不好吃 你身上一大就亂七八糟的東西 又是 對啊 所以一般動物是年紀大的 牠打不到別的動物 因為別的動物比較靈活 人算最遲鈍 所有動物裡面動作最慢 真的 所以牠年紀大 吃不到別的才吃人 這個我們多多的諒解 而且你要怪我們自己人類 你一直不斷地擴張 對啊 沒給牠控制 最近說人類已經大達70億了 對 然後野生動物大概已經 已經50%不見了 所以說那個人類不斷去 去佔領牠的侵襲機 你難怪要被吃掉 對不對 大家就在城市裡面 以後就把城市外面 又做個大圍牆 大家也不要出去 剩下都給野生動物 剩下這樣才公平 好不好 好了 安格斯烏鴉嘴 星座占卜又來了 今天我們要占卜的是什麼 今天主題竟然是鱷魚 鱷魚皮很厚 是大家都知道 對 那麼被罵也不會痛 臉皮像鱷魚皮一樣厚的 星座前三名 大家可以先猜猜看 然後我們來看看第三名 第三名 好 第三名什麼星座呢 第一啦 唯一的射手座 唯一的射手座 臉皮超薄的耶 在這個牡羊座 跟射手座之間 它有一點爭議 那最後選了射手座的原因 在於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射手座 會把人家聽一聽之後就忘了 耳邊關了 那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跟一個射手座的朋友講說 你這個以後路 你不要這樣穿了 那下次來還是穿一樣 因為他出了就忘了 所以說唯一下次出外景 穿個雨鞋 穿個短褲 大家也不要再罵他了好不好 因為他忘了 對 所以你叮嚀射手座 一般來說效用都不大 他又樂觀了 又樂天 那我們再看接下來的第二名 好 天秤座 不得了 天秤座 有人中膽 老師 孔雷老師 不是修揚好 是真的 無所謂什麼 他是看不起你們 你們憑哪一點罵我 對 我的眼中是沒有你們 為什麼 天秤座的口才非常的好 是不是 我們知道 風向星座代表理性 雙子天秤水瓶都聰明 但其中呢 天秤啊 是這之中 其實最會解釋的 所以他善於曲解 對他的批評的話 比如說你這個人 看起來很肥 他會跟你講 我這是壯 君子不壯則不威 是 宰相對我們生傳 是 所以一般來說 那常常又會講說 如果那種 星座老公老婆 那你有一個天秤座的 老公或老婆 他常常是 就是這個 愛找理由第一名 因為他們很會解釋 所以天秤座的理由 就在這裡 容易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是啊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 萬一你是錯的 會辦法解釋 所以在厚臉皮第二名 我們給天秤座 是 那接下來看看王者 第一名 第一名臉皮厚星座到底是誰 我們馬上回來 來 有時候你會覺得萬一你是錯的 會辦法解釋 所以在厚臉皮第二名 我們給天秤座 是 那接下來看看王者 第一名 巨蟹座 好 我們來看巨蟹座為什麼 加油 選擇性 巨蟹呢 是第四個星座 它的後面是獅子座 它跟它有相似之處 但最大的一點不同在 獅子呢 你罵它會生氣 但生氣完之後 該聽還是會聽 巨蟹是你罵它 它其實壞的 或是會讓它生氣 它會選擇不聽 所以這也是巨蟹座 為什麼會愛家人 愛自己圈圈的原因 它喜歡在自己的 一個好夥伴們的世界裡 所以它只選擇想要聽的聽 所以通常我們會說 它是無視批評的第一人 巨蟹座很自信 那所以厚臉皮也頒給他 難怪 誰 我女朋友這個記憶 我就知道 我很奇怪 我都已經做到的 所以第三名輸給第一名 這個也不用奇怪好不好 好 以上 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這三位 這個三位新桌的人 你們稍微修正一下 然後今天我們講的鱷魚 不管它胸不胸猛 不管它是不是一個 發展到一個非常... 非常進步的一個身軀 但是畢竟它還是我們這個 地球上的一員 對 大家最近有沒有發現 那個天氣越來越怪異 大家不要再做一些 那個破壞環保的事情 不要再破壞地球了 因為這下去 不只它們倒霉 全人類都倒霉 拜託大家 能夠少製造一些污染 就盡量不要去做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